大家晚安 从今天开始冷气团就明显的减弱了 所以白天阳光露脸之后 温度回升的幅度相当的高 今天就已经来到了非常温暖舒适的好天气了 而且这样子的好天气还可以持续至少一个星期 所以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了 只是提醒大家 清晨跟晚上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早晚是比较好 要凉一点的提醒大家 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保暖 带一件保暖的防风保暖的外套在身上 那么最近的天气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大气的湿度是相当的低的 特别是白天阳光露脸之后 其实衣服大概晒个半天就可以干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接下来这几天很晴朗 湿度又比较低的这种大环境条件 多多的晒洗一些冬天厚重的衣物或者是冬被了 那么在西班牧地区则是要注意了 今天的空气品质很不错 不过在接下来这几天 随着风速逐渐的减弱扩散条件转差 污染物累积的状况预计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所以也提醒敏感族群 在接下来这几天外出要记得做好呼吸防护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环境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几乎没有明显的水气 没有明显的云气发展 今天是全台各地都有阳光露脸 风场也有原本的东北风在今天逐渐转成偏东风了 而像今天这样子很晴朗 而且又是温暖的天气 目前来看至少可以持续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除了在东半部云封面的位置 有一些零星的银封面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其实全台几乎都是晴朗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所以可以看到在接下来降雨分布图 西半部由北到南几乎都是不会下雨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了 礼拜六水气会稍微多一点点 不过大致上来说也都是一个多云到多云时期 只有局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状况 为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了 而且温度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在回升 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这一周北台湾都是好天气 而且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 高温都可以维持在25度以上 甚至可以来到27度左右了 而且清晨跟晚上的低温也是持续的往回升 不过早晚还是稍微的凉冷一点 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稍微的添加一些保暖的衣物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气温也是持续的往回升 到了周末假期下个星期 高温甚至就可以来到28度到30度左右了 开始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了 那么也提醒大家一样的 早晚比较凉日夜温差大 早出晚贵还是要记得多天减保暖的衣服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好天气 都有阳光露脸 好天气刚刚提过了 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 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把握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东方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服饭 给讨论预报